哈喽大家好,我是罗十五 本期的东京餐种人物志 建给大家带来的是 青铜树背后的主人 残暴的美女小说家 方聪埃特 也就是我们口中的高规权 方聪埃特在餐种中 拥有多重身份 在青铜树 他既是那个全身长满绷带的 小鸽子干部艾特 也是那个青铜树真正的创始人 那个真正的独眼知肖 不停地用自己的残暴 去虐待身边的人类 而在人类社会中 他则是那个天赋一瓶的 当红小说家 高规权 不停地用自己笔下的小说 却隐晦地像世人揭露世界的真相 埃特单从外表来看的话 他是一位身材较小 拥有甜美样貌的单纯女生 可不巧的是 他裸厘般的外表下面 却有着一颗欲解般的心 能够很理性地看清周围的一切 在交流中 总能给人一种知心大姐姐的感觉 加上变成餐种后的残暴 让他在整部餐种中 都散发着一种反差的味道 正是这种极大的反差 让他在整部作品中 收获了极高的人气 关于埃特的身世 我们早在店长的那一期视频 就已经说过 他是身为餐种的店长 与身为人类的尤纳 结合生下来的半餐种 因为只有一只鹤眼 所以后面才被称为独眼之销 除了异于长远的身体结构 他的童年经历 也是非常坎坷的 店长因为自己的特殊身份 为了不让V组织找到他 将他送到了24区 交由野旅抚养 让他在内心觉得 自己是因为父亲的能力不足 才会被抛弃的 所以即便他没有憎恨店长 但也打心底对店长没有好感 加上母亲的那一本笔记 让他知道了 导致自己如此凄惨的罪魁祸首 从而开始憎恨世界 萌生了想要改变世界的想法 想要铲除这个世界 背后潜伏的扭曲的根源 而这一本笔记 也正是他所有小说的起源 埃特跟西西居的恩怨 早在他还在24区的时候 就已经定了下来 他在24区的那一场战斗中 杀害了郑护晓的母亲郑护威 与郑护无序结仇 让郑护无序直到死亡之前 都在苦苦追寻他的踪迹 他也通过这一场战斗 再次打向了自己的名号 在这一场战斗结束之后 他开始带领着极少数的餐种 以多远之销的身份 述使对西西居的总部发动袭击 企图以个人的力量 去颠覆眼前的世界 只可惜在他14岁的时候 在一场对西西居总部的袭击中 被当时只有29岁的黑盘员 砍掉了左臂 将他打成了重伤 而他也是在这一次的重伤中 明白了仅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 是非常薄弱的 完全不足以撼动这个世界 以及他背后那扭曲的根源 自己必须要创建一个强大的组织 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同时也是在重伤的这一天 他遇上了前来追捕他的尤玛 在与尤玛的交流中 跟尤玛达成了合作协议 确立了一致的目标 一起为真正的独眼之王预热和王座 这一场战斗 算是让艾特完成了一次真正的转型 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从把自己认在最前线去攻城拔债 变成了半幕后的状态 开始为真正的未来做打算 让他整个改变世界的计划 变得更加成熟 在计划确定之后 他便开始了一段长时间的潜伏 开始四处召集各地的餐种 逐渐起了那个 以为了餐种能够正常生存在世界上 为目标的青铜树 开始跟多多良一起 经营起了这个庞大的组织 同时还伪装成绑着一身 绷大的干部潜伏在其中 隐藏起了自己独眼之销的身份 而在人类社会这边 他开始伪装成可怜的初中生孤儿 开始有目的地寻找出版社 想要将自己所写的 隐藏由世界真相的小说出版 想要开始将这种思想 慢慢地关注到读者的思维里面 而选中他的出版社 正是炎野所在的出版社 炎野还因此成为了他的编辑加经纪人 开始为他服务 当然炎野在最开始 因为他只是一个14岁的初中生 所以忽略了他的投稿 要不是出版社的编辑 及时看到了小说的内容 让炎野重新找到了他并进行签约 说不定艾特的计划 会夭折在这个地方 而他在第一本小说发布兵爆火之后 顺利成为了一个爆款作家 成功收获了极高的人气 开始真正地将世界的真相 潜移默化地传输给了自己的读者 在这一段的故事中 有两个值得我们注意的细节 一个是这时的艾特 内心依旧是那个震恨着世界的独眼霄 他并没有因为他跟尤玛的计划 从而有所改变 同时他在人类的社会中 也是用一种最卑劣的形式 偷盗在维持着自己的生活 因为身为半餐种的他 必须进食人类的食物 来保证自己的生存 而身为孤儿的他 又无法找到工作 所以他只能通过 欺骗与偷盗的形式来获取收入 好在这些行为 他都只是针对坏人所做 对于好人 他并没有过多的敌意 所以他才在这一段的回忆中 将盗窃的目标 对准了向警察发飙的司机 他痛恨的 一直都是扭曲的世界 而不是存在于世界上的某个物种 所以他才从未开讲大规模的 无差别屠杀 另一个是 艾特虽然对店长没有什么好感 但仍希望获得店长的认可 希望可以和店长分享喜悦 所以才会在第一本小说出版之后 带着小说去安定去寻找店长 只可惜他原本认为 店长应该生活在懊悔与痛苦当中 可自己在门缝里看到的店长 却是那么的幸福 让他感觉自己在店长心中 似乎是可有可恶的存在 自己似乎才是那个被排斥的人 并不会对店长有任何影响 也正是这个突然的巧合 让他将手中的书完全游烂 丢弃在了垃圾堆中 将心中对于店长谨慎的爱 全部抹除 因为在他心里 最实的店长不配成为他的父亲 所以他才会在后面 狠心将店长当作了实验工具 交给加纳 这是艾特在餐种中 两处比较细腻的情感表达 与他后面的情感有一定的差异 值得我们去细细评委一下 后面在妍也意外 发现了他冰箱里藏的人肉 意外发现了他的餐种身份后 他没有对严也动手 严也也选择了帮他保密 其实也有两方面的情感 一方面是双方确实有利益交集 严也还需要艾特的小说赚钱 而艾特还需要利用严也 和他身后的出版社来为他出书 一旦对严也动手 自己就很容易暴露 原先拟定好的计划 也会全部失败 另一方面是他在严严长期的相处中 确实在这位编辑无畏不至的照顾下 对这位编辑有了一定的情感 不愿意将他残忍杀害 毕竟他是人类社会中 少有的在照顾自己的人 所以他才会在严也被就多做成肉饼后 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表现出愤怒 因为他失去了一个相对比较重要的人 艾特在餐种中的第一次出现 其实是在一开始 金某早有医鸟的对话中 通过医鸟的话说出来的 这个之所以确定是艾特 是因为医鸟在诉说的时候 将话题引向了四方 表明四方在当时 是知道独眼霄的事情的 而且是在店长那里得知的 说不定他还一直帮着店长在案中看着艾特 只是没有直接明说而已 艾特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登场 是在金某被抓到青铜树之后 一干部的身份出现在了多多良旁边 只是并没有过多的表现 他开始有所展现 是在青铜树歼灭战中 将11区的一部分餐种 当作诱饵给CCG消灭 自己则适合多多良一起 带着11区的青铜树主力 前往袭击奎库利亚 还打到了SS城 在这一次的袭击中 放出了虎 罗马 还有斯坎 将虎和斯坎收边进了青铜树 从他跟多多良说的那一句 我们要为了那200个死去的同伴 更加努力的屠杀 可以看出他内心几位残暴的一面 也从他与多多良的对话中 知道了他在青铜树的地位肯定不低 而且还有相当的话语权 在纳基抓到加纳综合医院的女护士之后 他跟纳基一起守在门口 等候多多良神问的最新进度 最快知道了加纳地下实验室的位置 随后他便和纳基还有胡一起 潜入了加纳的地下实验室 在地下实验室中 稍微长露了自己的实力 用言语击创了黑纳和奈白的心理防线 轻松将他们两个人击溃 紧接着又以极快的速度 拆下了旺战的树根类骨 将旺战重创 让我们第一次看到了艾特强大的实力 所有在胡成功掳走加纳后 顺利和加纳达成了合作协议 让加纳同一位青铜树效力 准备开展自己那个残忍的改造计划 同时还跟加纳一起在实验室的监控室中 观看了实验室各处的战斗情况 将充满正义感的亚门看在了眼里 为后面加纳改造亚门 让这位CCG的超级星星发生命运转变 埋下了伏笔 这一部分在动画中 是改为了金木加入青铜树 艾特在这里就卸下自己的绷带 不过从整体来看 对艾特的心理还是没有太大的影响 在地下实验室的事件告一段落之后 他又在自己的签手会上 第一次以高规权的身份是人 让我们知道了金木最喜欢的作家 可能与所有的事情有关联 还在签手会上 第一次与金木面对面交流 调侃金木和厨师看起来像一对小情侣 在为金木就自己作品的沟通交流中 第一次真正的把金木纳入了自己的计划 想让金木成为自己计划的一部分 以至于他在后面涌进以金木的名义出现时 故意假装不知道 没有拆穿涌进的身份 因为他估计也想看一下 金木之位自由在后面会不会成为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是否重要 这一段在动画中 改成了由厨师一个人单独前往 艾特与金木之间并没有直接的接触 忽略了艾特用高规权的身份与金木接触 有点影响艾特对金木的判断 在亲授会结束之后 他又在路上偶遇了和约商在咖啡店喝咖啡的厨师 在厨师的交谈中 知道了厨师内心的困惑 以知心大姐姐的身份开到了厨师 让厨师得到了暂时的安慰 同时他给厨师自己名片的这个举动 也为厨师后面加入青铜树埋下了伏笔 这里还有一个细节 就是艾特对厨师说 金木也是一个想要被爱的人 至于后面他对叶的手段如出一辙 同样觉得叶是一个缺爱的人 让我感觉艾特仿佛特别擅长发现这一类的情感 并加以利用 再结合他的身世 让人感觉他似乎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 在某种程度上 放大了他自己对爱的扭曲心理 使艾特这个特殊存在的情感变得更加多样化 我觉得是艾特有一个受欢迎的点 在跟厨师聊完天后 他又只身去到了CCG分部 用高规权的身份 以提供情报为借口 成功见到了被他看中的亚门 借着交换信息的名义 加按97生以及地下实验室的秘密 全部告诉了亚门 让亚门接触到了世界的真相 内心开始有了一点点的动摇 再次证明了艾特在操控人心这一块的强大 他看似没有关联的出手 在最后全都连在了一起 成为了他颠覆世界计划的一部分 而他第一次真正以毒眼霄的身份现身 是在霄与吉安邻区的殲灭战中 在店长被CCG击溃之后 从空中突然现身 袭击了在场的几位特等搜查官 先是有意地砍掉了黑盘的左手 抱了自己十年前被砍掉左手的仇 在重创了雨景之后 又当着凌乌的面 切断了校园的右脚 放进了自己嘴里 还用手臂捅穿了校园的腹部 用自己的残暴 将凌乌的精神击溃 告诉凌乌 什么才是真正的强大 幸亏瓶子等人及时赶到 凌乌才没有被艾特彻底毁掉 最后面对众多搜查官的围堵 他又是以一己之力 虐杀了多位搜查官 一直等到油马赶到 才开始陪油马演了一出戏 嘉义和油马打了一场 还被油马砍掉了一条手臂 借着油马这波争掩护 吞下店长逃离了战场 在将店长吐出来之后 他卸掉了自己喝者的外壳 第一次掌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表明了自己既是店长的女儿 那个在青铜树浑身长满绷带的方村艾特 又是时夏当红的小说家 高贵拳 在肖宇吉安定区的殲灭战结束之后 他并将店长交给了迦娜 由迦娜把店长变成了没有意识 纯粹只是提供荷包的供体 用来为自己深层改造餐种 在拍卖会开始之前 他亲自现身委托选都带领青铜树的众人 前去充当拍卖会的护卫 间接性地表明了青铜树的收入来源 就是靠这些在人类社会中 有一定财力的餐种来获得的 同时他让选都如果软盘出现的话 就一并收拾掉 也让我们知道了这时的他 清除亚门逃走后手做的一切 在心里已经将亚门当成了一个威胁 不应该让他继续存活下去 而在拍卖会中 他则是和加纳一起在监控室观看着一切 还在关键时刻 拍出了被改造过的龙泽登场 为整个战局添了一把火 用来测试自己的试验瓶 在叶雇佣青铜树袭击库英克斯班的时候 他在叶被刮僵打败后 紧悄悄地出现在叶身边 用压倒性的实力将叶完全击溃 他对叶说的 RCC细胞的数量决定了赫子的大小 而赫子的形状 则是有想象力决定的 表明了赫子其实还有更多的使用方式 只是参种们并没有好好的去开发 再一次证明了他的与众不同 而后他又对叶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折磨 疯狂对叶进行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折磨 直到将叶的精神完全摧毁 将叶变成了一个供自己猜浅的玩具 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杀戮机器 从他对叶的折磨中 我们大概可以猜测艾特改造参种的手段 就是利用类似催眠的模式 对目标进行生理与心理的共同折磨 将目标的精神世界完全摧毁 直到目标的脑袋在痛苦的折磨中变得完全空白之后 再将自己的思想灌输到目标脑中 借此达到改造的效果 而被改造后的参种之所会变成怪物 就得从艾特的那一句 决定赫子大小的是RCC细胞的数量 而决定赫子形状的则是想象力缩起 艾特在完全催眠后 其实也让目标的想象力发生了极端的变化 算是彻底激发了他们作为参种的潜力 所以夜潮会变得如此强悍 而野鲁应该也是用这种方式改造的 并且他内心最重要的那一部分就是艾特 所以他才会在临死前 想起那个还在强宝中的艾特 同时他很有可能是作为试验品 志愿接受艾特的改造 因为他想要为自己名义上的孩子做点事情 艾特也为了不让他难受 让他失去了说话的能力 让他完全成为了一个工具人 所以艾特才会在被抓之后 说抚养自己长大的人 也是被CCG消灭的 要是野鲁在被改造之前就已经死了的话 因艾特的性格是绝对不会说出这样的话的 可见在艾特心中还是有感情这种东西存在的 对于这个抚养自己成人的野鲁 他虽然进行了利用 但还是一直挂在心上的 在岳山家族驱逐作战中 他在走走目与夜的战斗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再度从空中突然袭来 还顺路破坏了和修正乘坐的直升飞机 到达战场后 藉由自己重重的一击 加上夜的疯狂袭击 让走走目在无力中 重新接受了体内的自己 恢复了全部的记忆 成功变回了金木 然后又与金木 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借由这一场战斗 来锤炼金木的精神 让金木开始慢慢靠近自己眼中的独眼之王 在彻底激发了金木的战斗能力 被金木用赫子贯穿了身体 甚至腰斩之后 他抛弃了厚重的外壳 抱住了金木 轻轻地亲吻了一下金木的赫眼 制造出了自己与金木的暧昧 在这一段的剧情中 将自己的魅力彻底展现了出来 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在这一段 开始被埃特征服的 在假暧昧结束之后 他便将自己厚重的赫泽外壳 送给了金木 自己拖着重伤的身体离去 金木则是在进食他的外壳中 间接性地实现了共餐 让自己的实力又上升了一个等级 在月山家族驱逐作战结束之后 他便回到了青铜树 自己一个人在暗处慢慢恢复身体 只要多多两个人接近 在身体基本恢复之后 意识到计划即将进入高潮 青铜树将要发生巨变的他 卸去了自己身上的绷带 召开了青铜树全员的集会 在集会上 公布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还有西西剧以及独眼羌种的由来 表明了自己独眼的身份 但同时也告诉青铜树众人 自己并非他们相信的独眼之王 真正的王将在不久后诞生 借此交代了青铜树的后事 也基本宣告了青铜树的解散 这一切都交代完之后 他便被金木请到了西西剧 看到了被迫出卖自己的演野 正式被西西剧逮捕 在被逮捕后 他通过编辑部和西西剧沟通 获得了交开最后一次 新书发布会的权利 在发布会前 还特意给自己换了一个清爽的发型 然后就是在发布会上 向全社会公布了自己独眼羌种的身份 将自己最后一本小说 那本揭露了和羞秘密的黑上羊之卵 推荐给了所有人 表明这部作品 是为和自己一样 错诞生在这个世界上 可求血肉 竟然孤独的同胞而写的 借此让自己铺垫已久的思想 在读者的思想中开花 引发了异常不小的社会动荡 开始有人公然要求正式参种的存在 算是他这么多年计划的一个阶段性胜利 在被金木带往奎库利亚牢房的途中 他要将和修的全部真相 店长 V组织 以及律师的全部秘密 全都告诉了金木 借此来让金木相信自己 同意跟自己合作 在与旧多的会谈中 他与旧多进行了一番心理上的博弈 顺利让旧多说出了自己身上的全部秘密 在被旧多拿捏后 他假借旧多的真实身事调侃旧多 情绪崩坏算是短暂的赢了一波 在旧多离开之后 他并将事先准备好的录音笔交给金木 让金木知道了全部的真相 借此来让金木答应自己的要求 帮助自己杀掉独眼之王 后面面对旧多将与旧多做成肉饼 送到监狱来恶心他 还告诉他自己知道窃听的事情 以此来收入他的时候 他只是默默的接受了一切 但从他的表现来看 他本身还是不希望与旧多出事的 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 他还是有感情存在的 跟炎野相处了这么多年 还是有些许重视炎野的 在旋多等人逃离奎库利亚的时候 他忍痛吃下了炎野的肉 恢复了体力 侦脱了牢笼的束缚开始破坏 想要借此帮助旋多等人离开 继续卖人情给金木 只可惜他还是大意了 在杀光了所有V组织成员后 被失落的旧多吸引到了隐秘处 被接受过改造 拥有了类射鹤包的旧多疯狂攻击 最终不敌旧多 在炎野一息中 被就多嘲讽 还被就多丢弃 让他一个人慢慢等死 知道自己命不久矣的他 凭着最后的一丝力气 爬到了金木撤退的路线上 在这里遇到了正好赶到的金木 将自己和尤玛的计划 全旁托付给了金木 希望金木能够接受 他们已经预约好的王座 去成为那个独眼之王 去实现他们的报复 也就是到了这里 艾特与尤玛的计划 才全部浮现了出来 他们想要颠覆这个世界 共同创造出一个餐种 能够正常存活的世界 他们需要对餐种和人类 都进行思维改造 让他们形成不同的信仰 同时还需要为餐种 培养一个真正的领导者 来跟何修抗衡 在这个计划中 他们会用一些暴力手段 利用一部分的恐惧 来创造信仰 所以艾特会大规模 屠杀CCG的搜查官 还有一部分普通人类 让人类感到恐惧 而尤玛则会通过屠杀餐种 来让餐种恐惧 最后在一切条件都成熟之后 让真正的独眼之王 去做中间人 实现人类与餐种的共存 在这个计划中 有血腥的一部分 但不像就多的计划那般残忍决绝 有思想冲击 但不像店长那般温柔 且顺其自然 潜移默化 更多的是依靠主动灌输为主 算13个颠覆世界的计划中 作为脚踪且作为庞大的一个计划 几乎让所有势力 全都参与了进来 只是这个计划过为庞大 假若在最后没有静默的出现 那只能是全盘皆输 但已经足以证明 艾特与尤玛两个人的格局之大 证明他们两个人的人气之高 是绝对的必然 在东京保卫战中 本已经宣告死亡的艾特 被小丑改造成了武器投放到战场上 对联合战线发动攻击 给联合战线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好在最终被亚门击败神父 给阻止了下来 在联合战线与戒指战斗的时候 他在紧要关头 凭借着自己强大的意志力 回关反照般的短暂挣脱了束缚 砍掉了戒指的一条手臂 重创了戒指 帮助联合战线 成功击杀了戒指 还对戒指输了终止 以此来表示自己的不满 然后便真正的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艾特在整部参种中 其实是一个非常有争议性的角色 即便他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角色 而他的争议性 就在于他的残暴 虽然从整体来看 他而后面人类与参种共存 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但前期的他 给人更多的是一种残暴 对CCG与参种的肆意屠杀 让人感觉他更多的是像一个暴君 在执行计划的同时 也在满足自己的私欲 但其实这样的争议是不合理的 因为看完整部作品后 你就会发现 艾特的残暴 有时候是他必须如此 在他庞大的计划中 他只有保持如此的残暴 才能够在CCG和人类心中留下阴影 从而更好地去完成 自己颠覆世界的计划 假如他优柔寡断 心存善念 那他最后也只能走上店长的道路 变成自己心中那个懦弱的自己 让整个计划失败 当然 他前期尚未确立计划之前的残暴 肯定是存在的 毕竟他生活在24区 那个不想被杀 就得杀人 要想生存 就得进食的残忍地区 艾特虽然是在残酷的24区长大 但他的内心 其实一直都保持着应有的善良 他从一开始就憎恨着这个世界 赞同迦纳所说的 世界正被一个扭曲的鸟笼所束缚 自己想要去颠覆这个世界 破坏这个鸟笼 但他自始至终都没有想过 要造成不同种族相互对立的局面 他一直都只想创造出一个 参种也能正常生活的世界 可他不像金木 从一开始就有店长告诉他 他是可以平衡人类与参种 两个世界的存在 他自懂事起 就认为自己是被参种 和人类两个世界共同抛弃的 所以他必须为自己 为诸多和自己拥有同样命运的人 去寻找一个可以生存的世界 他必须去战斗 去向世界的顶端挑战 优娜的那本笔记 恰好为他指明了方向 让他知道了自己需要挑战的是谁 所以才会从一开始 就将矛头对准了CCG 并且他也从未大规模的 屠杀过无辜的人类 更多的都是对CCG的搜查官出手 可见他也是相当重视人类世界的 而他之所以憎恨店长这个父亲 只是因为他认为店长 也是将他抛弃的那一个 店长没有在应该争取的时候 选择跟B组织抗争 而是选择了半妥协 他认为店长这是懦弱的行为 所以才对他有所不满 反倒是对抚养自己长大的野驴更有情感 只可惜为了让自己的计划成功 他不得不牺牲野驴 这也是他故意在就多面前提起 抚养自己长大的人 也是被CCG杀掉的原因 在存在争议的同时 艾特其实更多的是一男平 因为他为参种与人类 共存做了那么多的事情 可到头来 却只能扮演唱黑脸的那一个 把所有的好名声 全都给了油码 自己背负起了所有的骂名 即便是知道了全部真相的金木 到最后也没有对他保有一丝情感 这才是艾特最可惜的地方 我们不能去忽视他给世界带来的灾难 但至少应该看到他为世界做出的那一点贡献 在视频的最后 依旧希望我们能够记住 作为独特的独眼霄 全解 方程艾特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觉得我有什么缺陋 或者说的不好的地方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 如果觉得我视频内容还行的 请为我点赞 订阅 我是15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